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回复说他们也觉得很好看 真的好看 不良执念 清厨师 虽然好片名我还是觉得蛮中二的 可是没差啊 因为男主角就是中二啊 对 只是说 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其实 因为他们里面又不是都是不良执念啊 结果后来我有看他们访问 结果导演说那个不良是在讲男主角 我就想说 哦 我懂了 那个形容词放 就是你的感觉是放错地方 我们的形容词是觉得是不良执念 可是其实他是说执念清厨师 很不良 对对对对对 虽然其实他也没有不良啦 他是被误会 他只是染头发而已啊 他没有染头发 他只是剪得很万华风 对对对对 他妈妈给他染过 所以他被人家误会是流氓 对 可是后来没有染还是一样 对 好 我必须老实说 我第一集的时候看得有点累 对 因为不习惯吧 就我们真的被大鱼大肉味习惯了 推荐你看倍数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哦 原来哦 因为我就刚才说经费预算有限嘛 虽然说这是爱奇艺投资的 可能已经比较有钱了 对 但是我就是因为他第一幕 胡义勇 他挂在墙边 快掉下去 那一幕我个人就觉得有点假 一开始就要先挤住 对 对 但是再接下去看就觉得 配乐 嗯 也没有那么华丽 嗯 对 可是剧情是好看的 所以我就有看下去 但是我就有老实跟妈妹说 我第一集其实看得有点累 要撑着 然后妈妹又说我还好耶 我没有什么感觉 对 我忘记还是用二倍数看 没有到两倍数这么夸张啦 这个还是有点剧情需要看的 但是其实从第二集之后 因为是好看的关系 就完全可以忽略那些事情了 因为我觉得他把钱 可能全部都拿去请演员的 我必须说 这个大概是我觉得 台剧里面演员最 嗯 水准差不多最一致的 大部分啦 都还是有一定的演技 就不会让你 因为我觉得很多台剧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 我正要讲说 我觉得只是演技比较一致 因为你要说阵容的话 其实阵容很华丽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不讲那个了 我讲的是演技这样 因为我在讲说 会不会出戏这一件事情 对 这里要再老实讲一下 就是我唯一 有一点点出戏的就是 在那个 就是行人道的小孩那边 你是对小孩出戏吗 不是不是 是正元唱 正元唱我觉得还好耶 不是因为 我觉得他不要讲话就还好 不知道 我觉得他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耶 我以前 小时候是看薔薇之恋 那时候他超红啊 那时候他演技真的不好 我得说 但是我就觉得 哦 有耶 你有进步非常多 演技有进步 但是就是口条 我个人还是觉得 可能他这一出戏 其他人的水准都太高了 嗯 对 不要这样讲嘛 那黑家家勒 黑家家也很妙 但是我觉得 他们选角很厉害啊 因为他们给他的角色 嗯 其实也不太需要很好的演技 对 对 其实我懂 因为像 呃 另外一个男主角 彭千佑也是 因为他的演技 就是他长得很好看 嗯 我得说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认真 就是长皮像 长得很好的人 可是因为他 要跟 曾进化搭配 对 然后可是曾进化演得太好了 对 所以导致 我们会觉得看他的时候 他演技有点差距 对 他就有点吃亏 对 可是因为他的角色 是有点书呆滋的 对 所以我又觉得说 我可以合理化 他这个有点呆猛的感觉 对啊 你知道我们在看的时候 Dicky就一直在嫌 他的演技嘛 嗯 我也是讲同一句话 嗯 我就还好他是这个角色 他这样好像就不奇怪 对 因为你要想 他如果跟曾进化角色交换的话 那肯定差超多 对完全不行 而且我觉得 可能也是因为 强强环势吧 嗯 他后面有渐入佳境 有有 因为最后一集的 那个部分 我有看幕后花絮 嗯 因为那个情绪到了 对 所以他就有宣泄出来 对对对对 哦那边其实他真的就演得蛮好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接到这一部戏 应该成长蛮多的 应该有啦 对 而且我 因为曾进化 我们其实之前就看过他 对 只是说那时候 对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印象 但他其实那时候表现就不错了 对 我有再去找他东西出来看 我发现 他可能算天才演员 我们好像都没有讲到这部戏的内容 但算了 大家自己去看好了 因为他其实里面需要写书法 嗯 然后他花了两个月自己去选书法 所以那里面的书法内容 都是他真的他自己写的 可是那他们都没有拍 他真的自己写 他都还只有戴手 然后我还跟Diki说 哇这一定是手剔 我觉得他超厉害 因为你 我如果去练 六个月好了 六个月应该也达不到这种境界 对他这么努力学 你还不拍他全身 他是他自己写的给我看 想要给大家看说 他写了什么东西 不然你只能看到一船糊糊的东西 讲到书法也是啊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这一出的特效 已经算台具水准之上了 嗯嗯 对但是为什么 就在写书法的那个动画 笔跟字对不上 嗯 就 嗯 这我没有办法帮他找借口 我也不是制作主的人 我不知道啦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做那么厉害的动画 这个应该可以克服才对啊 对啦 我就对齐而已吗 没有啊 他觉得不重要 谁叫你看那么细的 谁叫你 很难不信 你一定也很care 我才不相信你不care 随便 因为有一些细节 我们真的可能不要剧透会更好看啊 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看报道都在讲说 这个是一个打怪 就是三人组打怪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不是 对 他们哪有打怪 你看他们帮怪吧 而且因为执念 嗯 也不是鬼 对啊 所以也不算是打怪 哦 你说是怪也可以啦 因为他们的确是怪 对啊 但是因为他们是 他们没有打他们啊 对啊 然后也有好的 他们应该算是帮助他们 对 要说也是打人吧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像这种会讲鬼 或是这种 嗯 比较猎奇方面的东西 通常他们都会最后会强调一点说 就最可怕的其实是人 真的 对 而且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啊 因为不管是执念还是怨念 还是一些含冤死掉的鬼 都是人造成的 对 因为他可能譬如说生前受了委屈 或者是说他是带着冤屈死掉的 对 然后或者是说像这里面的执念是 人附加在某一种物品上面的执念 对 我觉得 我很惊喜的是 我原本只是期待说 哦 他剧情可能不错 对 然后演技不错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连题材都算是全新自己自创的 对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就要讲一下 因为他导演是林冠慧 编剧也是他 所以他其实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他在拿捏整个剧的节奏上也非常好 因为你这个东西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中二的男主角 然后中二男主角也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他在适时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有这些地方怎么会这么好笑 对 如果你没有看过曾经画其他作品的话 你可能会以为他本人就是这样 对 但我要讲他第一部作品是返校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其实他在一起 嗯对 他在里面也表现很好 因为很正经啊 嗯嗯嗯 对完全就不是 他之前大部分应该都是比较正经的戏 对可是他怎么可以消化中二角色消化这么好 对 而且怎么会想到他可以来演中二的角色 对啊 我超喜欢他 因为他很喜欢斜眼瞪人 对 我觉得超可爱 没有而且因为他又是 他算是现在比较红的长相吧 因为单眼皮 对对对对 就有点单凤眼 但是又还蛮浓烈的 对 就是你不会觉得他 譬如说眼睛小到看不到啊 对 什么的就无关还是很鲜明 对或是死于眼之类的 没有就是他明明用死于眼 给你看还是很有诚 对 哈哈哈哈 他有看完之后觉得他中饿的也蛮帅的 对啊对啊 因为他的头发都被他妈妈剪一个流氓头 对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就想说 看了很久 这人有点眼熟 可是又认不太出来 后来他发现原来是这颗头害了他 因为他在返校的时候是替算 光头平头那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跟这里面差很多 对啊对啊 然后但是却也还消化得很好 对 发型真是造就一个人 就跟普逊俊 连栗子头都可以消化一样 我对他期望超高 而且我觉得他的 因为他长相也很适合去韩国发展 对啊 我觉得他不得了 真的 我不要真的点出那些人名啦 反正我就有私下跟丁毕说 他真的完胜 很多线上的演员 对完胜那些已经在韩国有红的 台湾演员 有因为他真的是长得好看 对 然后演技又真的好 因为必须说 也许因为他们听的不是中文啦 因为那些 我懂啊 就是口条不好啊 对因为那些我都没有觉得他们演技 有好 反正我们没讲是谁啦 对 你想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很好 你想的那个都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人 但真经话就让我打从心里喜欢耶 我会全心全意的支持他的 对 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在跟马里面讲说 我第一集累的时候他都不讲话 我就想说他不知道我后来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到其实Dicky不看 我一直逼他把他拉出来 我也是逼阿祖看啊 但我也没有逼他 我就只是跟他说 我觉得这部很好看哦 对 因为就是让我大惊喜 对 其实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的是 果然我今天就问了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就一直强推他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看第一集就没有看下去 我说拜托你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本人第一集看的时候 有一点点累 其实第一集不算难看 只是说他需要 我觉得跟很多韩剧一样啊 大家也是第一集要撑过去啊 我觉得撑都还不是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还在习惯 那个整个调调 节奏吗 对对对 节奏还有配乐啊 还有剪辑 我觉得其实也是剧组还在摸索 嗯 有可能 还在抓那个节奏 对 但是是从第二集之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对 而且因为大概第二集之后 就会正式进入那个剧情 对 因为他前面只是要讲说 比如说他们家是怎么样啊 然后他为什么会变成像这样子的状态 对 但是从第一集看 你就看得出来 他们每个人演技都非常好了 而且 对 因为我 看过杨景华蛮多戏的 嗯 我没有想到他演喜剧也可以演这么好耶 哦 因为我第一部看他是败犬 哦 因为我没什么看那些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没有意外啦 哦 但是我觉得他演技真的很好 对 因为最近啦 嗯 因为可能就是你知道 演技有了 所以他就会接一些比较难 然后或是比较严肃的角色 对 像大家对他那个什么师娘的角色 就是印象很深刻 但我必须说 你要他要演喜剧 然后要演技其实更难 对 因为喜剧 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讨论过 喜剧的那个节奏 其实很难抓 因为对方 他在讲出来台词的时候 其实你也知道那个是笑点 对 可是你要怎么抓到那个点 没错 铺陈的很刚好 觉得你是及时的反应 对 你要接很自然的表情 对 因为老实说近期 其实我看蛮多台剧的 像反正之前 嗯 有趣的喜剧 嗯 我也有试图要去看 然后其实口碑很好 但是我就会觉得 那个女主角 在get就是喜剧的点的时候 还是有痕迹 因为我真的觉得喜剧很难 大家不要真的 不要以为喜剧很简单 真的很难 因为你只要不够好 就会有点众议感 或者是说 你接对方的话的时候 你是觉得很像讲出台词的时候 对啊 对啊 你就会觉得 嗯 就没有那么好笑了 对 那就是我感觉的众议感 就是那种众议 里面会看到的情境短剧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你已经知道说 接下来会是笑点 对 但是杨静华完全没有 它超自然的 对啊 然后却非常好笑 真的 你看 反而平常都会到我们笑的玛丽哦 那他在里面不好笑 对 他在这里面 有点相形失色 就当然是因为 他角色安排的问题啦 对 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 比较陪衬的角色 对 虽然他演技还是很自然 对 但是他一定也很意味着 有一部戏在搞笑 是不靠他 对 对 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部真的是 难怪 他的评价这么好 对 因为你看里面有玛丽哦 但是他不负责搞笑 这才是这部戏厉害的地方 因为看点是在这里 而且他也是蛮多细节的 比如说他们住的地方就叫有条街 对 就是他会放了很多小小的细节在里面 然后你看到的话 你会觉得 哎呦 还蛮好笑的 对 女主角是 额 颂云化 颂云化 他就算是一个 其实他也算是 近期演技算不错的年轻演员 对 但是我觉得一直有看到他的进步 他一开始是演九把刀的出生的嘛 嗯嗯嗯 然后后来也是接了很多九把刀戏 现在好像又有一部要上了 对 就是那一类的都差不多 对 因为他在那里面演的女主角角色 设定都是 大概那样 对 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个青春少女 对没有不好 只是说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 蓝意突破 对 然后或是让他更进步 嗯嗯嗯嗯 但这部戏 因为他演的角色实在是有点 让人家觉得很可爱 又觉得很讨厌 对 我觉得反正我很佩服这个导演啊 我觉得终于 让我等这么久 台湾终于有一个脑洞的编剧跟导演了 真的 因为他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那么完美 但是会让你很喜欢 对对对 他其实是蛮有人缘的女生 对 他真的很不完美啊 嗯 他居然觉得 只要对他业绩有帮助 发生越多坏事越好 对 对啊 而且他一开始还没有察觉到 他讲这一件事情是错在哪里 嗯嗯嗯嗯 对 而且我觉得他也蛮厉害的是 我们观众都可以感受 因为他没有直接讲出来 嗯 但是我们观众都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大家 其他人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反应会那么的不好 对 那但是也能理解 因为他算是一个 很想升官的 对 但是直指又没那么好的警察 对 所以他会觉得这一些案件对他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升官 所以我可以靠这些事情帮我立功 然后寄家奖啊 让我这样子平步轻云的升到我想要做的地位 对 但是你又可以从剧情的推展 可以看到其实他本质是很善良的 他还是是想要帮助人 对 他才来当警察 只是他觉得 我每天帮你开罚单 是不会帮助到人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棒的是 你要说他里面其实一直在说教啊 可是他不会让我觉得他在说教 用一些很搞笑的方式在跟你说教 他说开罚单没意义 嗯 其实其他你不认同他的话 他们三个其实都是心地善良的角色啦 所以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嘛 对 何真进化又是在里面又是更反差 嗯 因为他外表看起来就是皮皮的 然后什么都不管 有时候做事情也是啊 他在里面做一些事情也会让你觉得 就是臭小孩 嗯 对但是他是心地非常善良 所以他才会决定要去帮助这些人嘛 嗯 而且我觉得整个看完之后 让我检讨我自己说 真的太不关心台剧了 我甚至有想要去打开模仿范茄语系 算了啦 我觉得有差 因为马妹应该知道我原 因为我很喜欢第一单元的主角 哦对 因为 因为我本来就认识他啦 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 摇唇药 因为他现在其实算是蛮一线的演员了 我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你真的要检讨一下 因为我至少还有看过他演的镜子森林 对我都没看过 我马妹值得看 因为他镜子森林有拿到金钟的最佳男主角 他其实在里面表现很好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有跟迪奇说 我很喜欢这个演员 嗯 然后他就开始马上又开始 你这样 他就会会为维基开始念 对 会开始念他的风中 他就难怪啊 因为他有得过什么什么什么 镜子森林 大家可以 Netflix就有了 他是跟杨景华一起演的 对 因为大家知道说 跟那个凯特的胆痕小科啊 所以他其实在里面出现的时候 我很害怕 哦 而且因为 我其实一开始没有认出来是他 嗯 因为他那时候是就包着嘛 然后就黑黑脏脏的 所以其实看不出来是他 所以我后来发现是他的时候 就觉得 哎蛮惊喜的 对因为 反正他就是一个活尸状态 对对 身上其实是支离破碎的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画面有点可怕 哦 但是他却把这个活尸演得很可爱 对 对 而且他莫名的帮他加入有一点BL的桥段 对对对对对 你就居然会喜欢真净化跟这个活尸在一起 虽然他这么拥抱的时候 他手上都会黏着鞋 而且他真净化弄到鞋的时候 都还会插回人家身上 我想说你这样真的很没礼貌 这我觉得这都是导演 果然是中二 我觉得这都是导演的小巧思 对 他里面有超多超多 小巧思 有有有 我都很喜欢玩 细节很多 都是我的点 然后 我都一定会倒回去叫DG说 你看这里你看这里 对而且姚纯要 因为他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太多戏啊 但镜子森林我有看完 他也是演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 那这边 他虽然脸部没有什么表情 可是你就会一直觉得他好可爱哦 对 他其实在这部戏里面也放了很多 比如说职场霸凌啊 学校的霸凌 也是因为编剧很厉害的编排 你完全不觉得是老梗 对 你还会觉得蛮有趣的 对啊 我超感动 这是台剧 对就像比如说 有一部是男主角 他在里面叫蒲亦勇啦 话说我真的有认识人姓蒲耶 哦真的哦 因为这姓超级少 好那我要讲到 就是因为里面有一段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终于化他在里面 其实就是太功利的警察嘛 对 他就说因为他认识蒲亦勇 嗯 所以他才能一直立功 对 所以蒲亦勇很珍贵 他以后都要叫他蒸勇 嗯 但是蒲亦勇就是韩国那个JYP的名字 哈哈哈 我严重怀疑编剧也是那个韩分 不要把自己套进去 会也太巧了 哈哈哈 对 蒲亦勇 哎你刚才要讲他什么 哦 因为我是要讲说 比如说他在校园霸凌的时候 就是学校里面 因为他就会很想要欺负里面那个男生嘛 对 彭千佑 他在里面叫曹光燕 嗯 他一开始还念不出他的名字 还是曹光贱 哈哈哈哈 对他就一直要欺负他 嗯 学校给他的惩罚是 你要在这边写 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我也觉得那边很有趣啊 对对对 最后来发现他写很快 然后书法又写很好 马上建峰转舵说 那你要不要参加下个月的 校季 真的 书法比赛 然后就连就是 反正以前校园片一定会演一堆烂老师嘛 对 但这里也没有烂老师 没有 对 老师也是冷眠小将 对对对对对 就连这一些小配角全部都是演技都很好 至少不会让你觉得有尴尬的感觉 对不会尴尬出戏 我觉得 虽然说好像很低标啦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一部 至少是有往对的方向前进 对啊 我觉得一部台去可以让这样看完 到处都是巧思 嗯 然后没有一个让我尴尬的人 我觉得我就很感动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说真的 这部戏你把它摆到任何国家 它就很出色 呃 不过翻译需要很好啦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太多梗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韩剧也是嘛 对对对对 你如果没有翻译好的话 其实当地人会 没有抓到那个笑点 对 就有点可惜 但我必须说啦 比起很多台剧 它已经算好翻译了 因为它是爱奇艺的 哦 爱奇艺的戏其实 都看得出来用心制作 嗯 但是他们不会有台语 哦 我懂我懂 对 因为在爱奇艺嘛 对 但它还是让你觉得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 是这一部剧 让你看的 还是满满的台味 因为它所有的设定 就还是很台湾嘛 对对对 它并不会因为 它们去配合 比如说 大家可以讲话 害卷舌啊 对对对对 或者是说讲一些视频啊 什么之类的用语 就是它没有硬要这样改变 对 它只是说不讲台语 对 然后虽然说中后段 可能会有很多 非常紧张的地方嘛 嗯 但是它几乎是让我 从第一集笑到最后一集 就是每一集都有笑点 对 它真的很用心 在很多的笑点上面 对啊 因为笑点太细节 大家可以去看 对 但是我个人 真的很喜欢那一种 不是重点的笑点 我懂 对 其实周星驰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对 就是 它只是随便抛来一句话 然后可是你就觉得 怎么这么好笑 对 但是因为周星驰 还是会有刻意感 可是这里完全没有 对对对 这真的要感谢 曾静化的演技这么好 对 然后你知道里面没有任何一个 我觉得多余的角色 嗯 对 因为你知道里面的 房东阿嬷 曾江阿嬷 对 他那边感觉就是应该讲台语的角色 可是他讲国语 对 好像很多余 可是他也是从头到尾都很好笑 真的 他没有多余 他 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 我意思是说 如果啦 我知道 说真的以前的台语剧 有这样的角色 那个角色一定很多余 可是他在这里真的很重要 然后 你会很期待阿嬷出现 因为他光出场的时候 那一段我就觉得超好笑 我就快笑死了 而且 他出场的时候 就是杨景华也骗到我 对 杨景华很厉害啊 演技都用在这种时代 在这边我就要颁给他最佳女主角 对 然后那里我就很惊喜 怎么会是这样发展 对 因为孙晴是演阿公嘛 我想说 你这样连躺了两部剧 你怎么跟我跟DK讲 然后立体还说 他们可能打电话问他 经纪公司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很会住院的 这个病人 躺了两部剧 也是蛮开心的 一直从2003年躺到现在 因为孙晴他在和平归来里面 也一直都躺在医院里 对 但是他在这里面 因为一开始有他正常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穿得好帅哦 对 而且你就看得出来 他演技有多好了 对 如果只看和平归来的话 我会以为他就只反应 因为你演一个慈祥和爱的爷爷 很好演 对啊对啊 对但是没有 他是在这里完全不一样 真的 要不是我们两出都很喜欢 我们不会找到同一个演 因为他在后面 就是一直躺在床上嘛 蒲一勇就是一直要去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关心爷爷 就常常要去跟爷爷 比如说跟他讲话啊 或是按摩啊什么的 连这边的护士跟医生 都很好笑耶 对对对对 就怎么会连他们都这么好笑 对啊 其实台湾真的有 非常多厉害的演员 真的要多一些这样的剧 给他们演耶 真的 要不然其实平常那一些 我们现在如果讲难听的 有很多城墙烂调 真的无法看出他们的实力 然后或者是说一些 比如说泰偶像剧的内容 因为他们 说实在泰偶像剧的内容 也不太需要什么演技啦 对 就很难展现出 他们真的厉害的地方 对 有一个后来才出现的 田延师的角色 他的就演员的名字是 张宣睿 对 因为张宣睿 他之前有一部 类似那种狼少年 嗯 好像那一部很红 对 但我到底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有看过他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看过他 哦 后面还有另外一部很红 是用酒甘马丁 对对 因为我没有看啊 我知道用酒甘马丁 可是我没有看 还是因为我看过海报 所以我就对他有印象 有可能 因为他其实长还蛮可爱的 因为那个 对啊 他也就是 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很多 颜值演技都很好的 嗯 我狼少年我有看一两集 那是因为 他跟韩国 就是宋终基演过的题材很像 然后我只是想 我单纯只是想看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哦 我看到 我知道了 我看过 因为他主持的 公式的一个 实际节目 叫软三个 嗯 他跟杨桂妹 在里面 有合作的 所以你真的看过 我应该是因为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 因为他那个就很偶像剧嘛 嗯 所以那时候 老实说 我当时还觉得 他演技不好 哦 因为我没有看过 他其他的戏 所以我没有 对他没有太多评论 然后他在这一出算 蛮中后段才出现的甜点诗 嗯 我一开始 我有想说 为什么需要这一段 中后段才出现一个 对 这样子的角色 而且又很没意义 嗯 就是难道他只是要出来 就是刺激男女主角 一些嫉妒性吗 可是 我不觉得男女主角 需要谈恋爱 因为你看连所长 哦 因为 那个所长是张永正演的嘛 对 所长就一直有在提醒他 说 哎男主角未成年了 你不要犯法哦 他没有未成年 他成年了 他不是说他 哦 原本是躺的时候未成年 对对对 他现在已经成年 因为他躺了两年就成年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会觉得 不要谈恋爱比较好看啦 对啊 还好到最后是没有谈恋爱 所以我觉得很好 所以出现一个 喜欢女主角的甜点色 所以我有点担心 哦 就是为什么需要 这么多语的桥段 嗯 结果一点都不多语 对对对 他的安排是很 嗯 算是很用心的 对 然后我居然 也完全没猜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啊 我大概有 有想 哦真的哦 就是你知道 大家如果常看这一种剧的话 有时候 当你觉得这个人 长得不错 或是说是你认识的演员 在中后段出现 他一定是有他特别的意义 哦 因为可能就是因为 我对台剧的模式 嗯 我就会觉得他就找一个大看来 客串一下 拉抬一下手势 哦 哈哈哈哈 但是他们真的不用拉抬手势 对 对然后我就很惊喜 编剧到处都是巧思 对他真的很用心 我觉得这 因为他是导演兼编剧嘛 所以我觉得他把整个 因为他在拍的时候 又可以把整个的节奏 掌握得更好 对 因为他他又是导演 对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编剧的时候 他希望呈现的画面是怎么样 对 然后或者说到现场之后 他可能觉得说 这一段 哎好像有点拖有点多余 那还是我们可以现场 怎么修改 对 然后因为我甚至觉得说 这些演员 虽然他们演技一定本来就好 嗯 但是他们在这处 可以这样的表现 导演的功劳一定很大 有啊 而且你看他可以 对 会演 是英雄 对啊 找到这些演员 去演这些角色 真的 因为他其实是很多段 不同的故事组成 对 但是那些故事 其实又彼此有串联 嗯 算是有一点关系的 对对对对 然后像中间有一段故事 那一段的主轴 有中心灵跟季情 嗯 我应该是没有认出来是季情 我是有认出来啊 但他在这里面让我惊讶的 演技还蛮好的 对 我就是要讲这个 虽然说小时候有看过 他演一些偶像剧 但是那个就不需要什么演技 嗯 但这边其实演得超好的 嗯 就是有让我很惊艳 对 所以因为中心灵演得好 大家本来就知道了啊 对啊 毕竟她也是最佳女主角嘛 对 所以你可以预测得到 她一定会把这个表现得非常好 对 虽然说已经预测到了 但是还是被她就是 真的是感动到苦 就真的很会演 然后因为 你知道中间还算制造一些悬疑啊 嗯嗯嗯 她又可以每一个人 我就觉得 哇她好像是凶手 只要出现一个人就觉得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 对 一开始从来没怀疑过中心灵 居然后面也让我怀疑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觉得 原来台湾也是编出这样的剧的 嗯 因为她 就是像我们刚刚一直重复的嘛 她真的就是找到非常适合的演员 来演这一些角色 对 然后又加上说 相信因为她剧本真的很精彩 对 所以这一些明明都 应该在各个剧都可以担任主角的人 都愿意来演一段这样 因为她其实基本上每个人都是出现两集而已 就没有多余的戏份 对 然后但是呢 只要有人出现 都可以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真的 因为像最后一集 呃 不算最后一集 最后倒数的故事里面 就是有讲到 可能外籍新娘来生小孩 然后 遭受虐待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还特别找了泰国演员来 对 就是模范生的男主要是叫做 查农桑提纳同哭 对 对 他是泰国人 就听起来很像什么原住民的 对 那他是泰国人 泰国人 对 他真的长蛮帅的啦 对啊 对 而且他在泰国应该就其实是算蛮红的人了 对 应该都可以演电影的男主角 对 所以你看 这个剧本强盗就是人家泰国的巨星 看的剧本也愿意来演 对 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去年嘛 所以他来台湾还要隔离两个礼拜 哦 真的耶 对 所以他也就是特别花时间 所以他你看他要花多长的时间 因为他要先给我隔离两个礼拜 嗯 拍戏再回去 对啊 但我觉得还好这角色找到他才能这么到位 真的 因为他真的演的 虽然说一开始我是在那边想说 哦 你怎么找到可以演出中文 讲出口音这么厉害的人 哦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看到演员表的时候就有看到他 哦 因为我没有看演员表 然后因为那个模范生我还蛮喜欢 看蛮多次 嗯嗯嗯嗯 所以我一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以为 嗯 他会是配音演出 哦 对 因为以前台剧蛮多 就是如果有外国演员来的话 会是最后用配音的 对 然后我还跟丽莉说 啊 虽然他的中文还是有口音的 但是就是完全是这个角色啊 因为他本来是泰国人生的啊 对 而且爸爸不太管他们嘛 对 一定是妈妈带大的 对 所以也很合理 为什么这一段 嗯 里面的小演员都不讲话 对 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根本中文都不太会 嗯 对 因为他们两个在沟通的时候 感觉是在讲泰语 对 这一段就是演到我也是 鸡皮疙瘩 嗯嗯嗯嗯 对 我就不知道 因为他们兄弟相见的时候 我是爆哭 哈哈哈哈哈哈 我当然是没有哭啦 哈哈哈哈 因为我看老实实说 在看模范生的时候 也感受不到 但他们也很自然啦 嗯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个茶龙的演技 对 但他这边也是演技爆发 真的耶 而且我真的是 因为他之前我看他有跟一个 香港的女生交往过 嗯 所以我不确定他是本来就 比如说他们家就有讲中文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只是说没有讲很好 嗯 通常还是泰文沟通 可能跟那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有训练一点点 哈哈哈哈 对 那他还是有算是为了中文的 毕竟就算他本来会中文 嗯 他也没有用中文演戏过嘛 对啊 而且你也没有调过那个口音跟口条嘛 对 因为他在讲 你知道演戏是需要带任 各种情绪进去的 嗯 对 对 所以他用中文演出 嗯 让我们都完全不出戏 对 你只会觉得说 哦 他虽然说有很浓的口音 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 那虽然他就是有泰国口音在里面 对 但是你是完全听得懂 对 就是你不搭字幕 你也听得懂 他在讲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为此也做了很多努力耶 对啊 所以就是会让我们看得很享受 真的 因为他是在爱奇艺播嘛 嗯 所以其实在中国那边也非常红 嗯 然后大家莫名的很喜欢里面没有的BL桥段 哈哈 就有人说一个福字都不带 进给老娘BL到骨子里 哈哈 对啊 因为 反正我本人是深信编导是故意的 哈哈 他一定是想要给真净化BL 对 因为比如说 我们就不剧透是什么桥段 但是他们就有被妈妈杨锦华误会 在告白 哦对 我觉得那里也很好笑 然后但是他的安排超巧妙 完全不用刻意 对 就你不会觉得很假 对 这件事就是需要这样发生 对 就会觉得真的很好笑 对 然后怎么可以这么自然的 把BL桥段安排进去呢 然后像比如说 他们会就互相视讯到睡着 哈哈 有多温馨 然后不然就 你看福不福 哈哈 不然就是 在跟爸爸说 胡亦勇要吃东西 你给他最便宜 随便包一包就好了 对 然后就是说 他不吃那个 那个牛腱他很喜欢 你多切几块 对啊牛腱很贵 那边全部包起来好了 对 你看明明就是默默的在相爱啊 对 然后你看他们也真的就是像那一些爱情喜剧的男女主角一样 一开始一定要互相很讨厌对方 对 而且你看男生欺负对方 就是喜欢他的意思 毕竟他那么中二 这样可以理解 对 因为福亦勇就是会无缘无故 一直从小就一直要欺负他到长大 也没有到无缘无故啦 他后面有 是无缘无故啊 他后面有讲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们 我的朋友那天还在问我 我想说 你没有看出来吗 虽然是有原因 但是对旁人来说就是无缘无故 对我们来说想说 好 这样也可以 是原因 而且第一集的时候 因为他们 我还不知道剧情内容是什么 后来想说是福亦勇旁边有带小鬼 然后一直在欺负他 因为他们都没有直接拍到 比如说他绊倒他或什么的样子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有个小鬼在旁边一直拉他脚 对 但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反正从一开始 其实编剧就已经埋了很多梗在里面了 对 所以这些都跟后面的剧情有关联 我不然我本来因为在不抱期待的状态下 我觉得他只是在讲胡亦勇的人格特色 对 然后本来还想说 啊怎么这么讨厌啊 对 硬要欺负人 欺负好学生 对 嫉妒心很强 对 老师的话都要哭了 对 然后但是因为我原本也不认识彭倩佑这个演员 所以我一开始也甚至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男主角 对 然后我想说 他就找一个帅帅的来让他欺负一下 人家没有人家编剧都是有原因的 对到后面他真的很重要 对 因为现在他们没有说会有下一季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拍起来的程度是可以有下一季的 对我觉得他连收尾都收得很厉害 对啊 他的收尾就是要不要下一季都合理 对 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不知道这部戏的反应会不会好 懂懂懂 没错 对他收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收这样非常好 因为你就算拍下一季你也不会把自己讲死 对 因为很多戏都是收视超好 然后可是其实女主角已经死掉了之类的 对 然后就要让他譬如说其实他没有死 对 或者是说双胞胎妹妹再度出现 对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我也很期待就是如果有下一季 BL线的发展 对啊 BL线可以变主线吗 对 你看他们这一季其实该有的都有的 甜蜜乐园约会 那种感情还能不升文吗 其实他这一段也是有意义的哦 因为曹光燕这个角色 嗯 其实他就是单亲长大嘛 爸爸又不太会赚钱 他又很体贴 对 所以其实他从小就很早熟 嗯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童年 因为他很认真念书嘛 对 他觉得我就是应该要达到这样子的成果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一些什么游乐园什么的 全部浪费时间的地方 对 根本那有什么好玩的 但你就看到他在里面从中于 重新度过他的童年 然后但是他还在 在他最心爱的男朋友的陪伴下 对 然后但是他又要很嘴硬的 在啊 这又没什么好玩的 还好吧 不用吧 很可爱 对啊 我一开始老实说 我对彭千佑这个角色 有一点点担心 我很怕 我从头到尾都会因为 他会有一点 就是情绪上的转折 嗯 我知道啊 对但是 所以我才说我们都有觉得他到最后其实觉得他的角色安排的非常好 但是我就是看到后面就发现我白担心了 就是我因为他看得很开心 就还好有他 对啊 真的很会选角耶 对 而且这里面真的有非常 如果大家有在看台剧的话 应该都会认识的演员 所以其实也不会到觉得好像很陌生 真的 对 我们刚才讲活尸那一段啊 他就连他爸妈都很会演 就是活吃的爸妈 对 就是 那一段也是有一点感人 对啊 你看妈咪觉得感人就知道我一定会哭 哈哈哈哈 所以我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哭哭笑笑 对 他掌握得很好 因为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哭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好累哦 对 如果很不喜欢啊 一直哭的人不用担心 他们并不会让你一直哭 不会 就该哭的时候哭 但是从头到尾都在笑 对啊 就是还好你知道男主角真的很会掌握那个中恶情绪 他真的很重要耶 我等一下私下来跟你讲 就是有一栋我超喜欢的 就是这个 就是不要剧透 不要影响大家 就是观剧的感受 对 我们今天是几乎完全没有剧透吧 对 我们只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没有去看他的故事构成 所以我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要稍微理解一下 嗯 对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观 对 虽然说没有很难理解啊 但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真的没看的话 因为反而第一集又是最复杂的 嗯 只有第一集啦 对 因为第一集还有很多谜团的感觉 就想说 嗯 到底想要讲什么 对 然后不只是因为 反正他的执念就会变成有生命嘛 嗯 对 但是第一集出了执念之外 就是又有加活施的概念 嗯 对 所以他第一集的角色 其实是两个执念组成的 嗯 对 但他其实没有到那么难理解啦 对 就是大家只要继续往下看的话 就会看懂了 对 如果你们跟凯特一样很浅 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 就是有点像竹军太阳 就跟鬼有关的故事的话 嗯 一开始就要花时间理解一下 对 对 但他其实不是鬼的故事 对 对 对对 完全跟鬼无关 真的 后来你们就会发现说 里面发展的故事 嗯 就连主角会跟我们一样 会陷入这个谜团 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泰国兄弟的故事 嗯嗯嗯 那时候我也想说 对 你是鬼吗 对 然后连宋云霍在里面就想说 不对啊弟弟没死啊 对弟弟明明就还在 对 我早上才跟他讲过话 对 为什么我会看到弟弟的鬼魂 然后就还要我们的 医科之优生来解释说 哎你看他们安排多好 对 还有一个科学系的在那边帮你解释 对啊真的 就是他里面 我真的觉得安排得很好 嗯 他就是有一个跟理科 而且还会医学 对 的人来解释很多跟 就是生命有关的 的原因 然后又有一个警察 嗯 他自己一直违规 就帮忙调查 对 警察还有一个 就是若有事物 好像喜欢他的学长 对 学长到底要干嘛 学长也是我的菜 学长是侯燕熙 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有看过他其他的 对啊你不觉得学长就是长的就是我的菜吗 你面也太多你的菜了吧 你样子菜不完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因为像 姚醇药 姚醇药是新款 可是学长是光瓶款 哦 对 真净化可以吗 还是他太帅了 真净化太帅了啦 真净化就只能欣赏的小鲜肉而已 他有演台北女子图鉴 但我猜我们可能没看到那里 我没有看到 对因为其实学长演技也很好 他也是很适合他的角色 因为我看到他 他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演了耶 我在墾丁天气情 就开始演戏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没有遇到人生剧本 真的有点可惜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也演得很好 对 然后像张永正 嗯 他其实虽然他里面角色不大是 就是派出所的所长 对 但他也好重要哦 对啊 就是你绝对对他印象深刻 真的 然后他出现你就会很开心这样 真的 他跟女主角的对话 都很好笑啊 对 然后也都 赶快送迷路市民回去 对 然后明明就老实说是多余的 可是你却不觉得他多余 因为多余的角色 你会觉得 你怎么又出现了 所长出现的时候 你又要来讲什么笑话了 对 就是你又在跟方向感不好的市民 在上半时间聊天 迷路市民 赶快送迷路市民回家好吗 对很可爱 真的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试图用 就完全不要剧透的方式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去看 对 但是老实说我超想聊细节的 所以你是不是想把每个笑点都拿出来讲 对对对对 希望却可以 大家都去看完之后 我们可以有机会聊细节 好可怕 会有一集全部都在讲说 你看他这边阿嬷跳出来 改天闲聊啦 台闲聊跟大家闲聊 说到底喜欢哪一些笑点 因为这是他的笑点的巧思 我觉得其他台剧真的要来看看 真的 对每一部都需要 不会啦 我觉得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这一部剧很红 之后 希望他们就知道说 这样子会是红的方式 那他们就可以照这个方向改进 对可是你知道那种天生的幽默感也是不容易 对啊 对 这真的是 要不然你们就找别的 对 我以前除了 就是韩剧之外 嗯 我从来没有锁定哪一个编剧的作品 嗯 终于出现了这台剧 我的人生编剧 哈哈哈哈 希望他第二季可以赶快开始准备啦 我还蛮期待的 我觉得他里面其实有非常多 就是需要台剧去学写的地方 因为老实说 因为他的动画非常多 嗯 所以我一直以为 我想象中他的制作经费 其实应该要破译 可是他没破译耶 哦 是哦 所以我觉得他居然可以用这样的成本 拍出这样的结果 很厉害 真的花很多钱在请演员身上 哈哈 然后再来是 林冠卫导演有说 其实他每一集 都是把分镜画满 哦 因为他功课做的很足 对 那其实 就我所知台剧根本不会这样 对 我觉得这是他个人做的足的关系 那 可是也知道说 他做成这样 这部剧才能这么成功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觉得 他早就想好画面要怎么呈现的 是真的 对对对 对 其实他要画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顿敢讲说 就你怎么可能 不需要吧 而且你第一 你一集这么长 你怎么画得完 然后他就说 但是我把它画完了 嗯嗯嗯 对 所以才能这么好看 真的 对就是你一部剧要好看 真的就是要这么用心 对 因为其实大部分 国外的剧组都是这样做的啦 对啊 然后说非常开心 看到台剧有这样成长 真的 这一处真的大推大家去看 对 我觉得因为就算是 你平常不太看台剧的人 都会觉得这部很好看 对 他在爱奇艺上面啦 然后爱奇艺 爱奇艺是前三集免费啦 对 是希望可以在越来越多平台看到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我记得之前什么 第九节课 因为第九节课 本来也是爱奇艺的 哦是哦 然后后来Netflix有买去 所以我蛮期待 这一部Netflix会买的 但我整个不关心到 我一直以为第九节课 本来就是Netflix 没有没有没有 我知道他本来是爱奇艺的 哦 OKOK 哦对我刚才有漏讲一个 其实他中间有个单元 有一个古装妹 哦 就黑佳佳啊 对 但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黑佳佳吗 哦 因为我知道黑佳佳有演 哦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 因为他的角色其实蛮好笑的嘛 对 也是另外一个中二 嗯嗯嗯 对你知道 自恋中二这样 对对对 然后所以 Dee就觉得很好笑 他也完全不觉得他演技差 哦 我也是觉得 因为他配合这个角色很刚好 对 就是我 他怎么那么厉害 可以把一个真的演技不好的人 找来 但是你不觉得他演技不好 对 他 我觉得他很知道说 这个人适合什么样子的角色 对 Dee就说 这个女的爸演过什么 我说 我一定看过他 你查一下 你为什么现在你不查 因为他就是不太有兴趣这样 我就说 你查一下那个角色到底是谁 然后他一查 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面熟吗 我就说 为什么 他是黑佳佳 我想说 哎 厉害耶 怎么可以想到要找黑佳佳演这个角色 对啊 他超适合耶 真的真的 虽然演技其实是不好的啦 对 因为他其实没有什么表情 对 可是因为 他的角色 就是需要没有什么表情 所以我就觉得 哦 那你搭配的非常好 对啊 怎么那么厉害 对 反正总之大推 对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希望大家讲 但是我也蛮惊喜的 就是要妈妹 po现动之后 嗯 其实韩西粉已经很多人看过了 对啊对啊 大家都说 算是他今年可能最喜欢的台剧 我的话应该要跨很多年 哈哈哈哈 但我也有看 有人也有说 就是因为他觉得 看起来很中二 所以他就不想看 可是我在说 中二才是这一部的重点 对啊 但是他中心思想跟背后意义 又很 其实是很热血的 对对对 就是他很厉害啊 他整个里面就包含 推理剧的成分 也有 对 然后就是 喜欢剧 校园青春剧的感觉也有 最重要还有BL剧 哈哈哈哈 BL剧才是最重要的 哈哈哈哈 好啊 我们这次跟大家推荐到这边 嗯嗯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对 那我很希望 他之后会在Netflix上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让更多人看到 对啊 这样才好聊 对 因为在爱奇艺上面 比较真的就是比较少人有 对啊 我觉得很可惜 对但是因为他现在真的是 算是口碑非常好 对 我觉得买的几率非常大 嗯嗯嗯 希望Netflix赶快买 嗯好 那马 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